老师好 那如果说 老师 我的影片比较短 所以我刚做两个影片啊 这个是六年一班的影片 这个是六年二班 你看见吗 老师 我只要六年一班就好 你可以把它删掉 按底下删掉 那整个影片多长呢 我们拉到底 影片到这里 来看一下 我点到声音哦 点到声音再拖一到最后面 我们整个音乐的长度是四分二十秒二十八个 这个要记起来 那接下来点着它 我可以把这个影片变慢 把它变成四分二十八秒 二十二格 来 再点一下声音 我们要调整的 四分二十秒二十八个 点到它 在工具这里可以调速度 这里 有看到吗 那点工具的视讯调整 我可以把这里改一下 就在这里输入 零四四分二十秒二十八格 Enter 确定哦 没有改好 跑掉了 字幕跑掉不行 来这里要改一下 改什么呢 往上拉 老师看一下这个上面那个字幕的地方 我一开始就应该要改了 字幕再来 我先把字幕删掉了 字幕这个影片不能拖拉 影片可以透过这来改了 来 这应该要先做的 字幕最后再上 这里 这里 有个叫做视讯速度 所以我知道这个影片是四 全部加起来 往后拉 四分二十秒二十八格 现在做顺序怪了 文字跑掉了 我拉到下面来好了 先拉到下面来 应该不会受影响 我再做一次看看 点工具的 视讯速度 这里改一下 在这里 原来的影片长度是这样 我改成零四二零二八 在这里打 零四 二零二八 按确定 我看一下会不会受影响 等他一下 他现在在运作 不行 这字幕要最后上 现在字幕整个乱掉了 这字幕整个乱掉了 再一次吧 再把字幕工坊顺便提一下 字幕工坊 点这里 再重新叫一次 点这里 再把字幕重新叫一遍 取代 再来一次这样就好了 搞定了 所以呢 我就练一把把影片了 所以在这里呢 你看一下 视讯速度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是拍 新娘的婚纱照 我可以把影片 时间变慢 那有时候如果在拍 上学画面呢 可以把早上拍小朋友 上学画面 把这个的速度变快 那就小朋友 非常有趣 画面有时候有快有慢 就很有张力 这是在这个地方